只要一提起国产车 大家可能就会想到吉利或者长安等 但是有一个极具标志性意义的汽车品牌 却被大部分人逐渐淡忘 那就是红旗 说起红旗就不得不提这车的品牌意义 对于国人而言 红旗汽车是一种深深的红色情怀 在六七十年代 红旗是中国汽车技术一面骑士 并且在改革开放后 红旗开始了市场化继承 2018年4月25日 红旗汽车时尚首次亮相北京车展 这些是红旗进入民用汽车市场的开端 那么在红旗汽车市场跨的今天 为什么会处于亏损状态呢 总结起来有以下三大原因 1.红旗4S店普遍率不高 在国内的每个大大小小城市 我们总能见到吉利 长安等一下国产车的4S店 但是红旗的4S店却显为人知 就更别说什么优惠政策了 要想人买车 首先旗舰的标志是少不了的 试问在买车货比三家的时候 红旗已经在起跑线上输给别人一步了 2.车内装饰相对粗糙 就拿红旗H7来说 它定位是C级车的标准 但是车内的设计风格趋于保守 在时尚与科技元素泛滥的今天 这种趋于保守的设计并不讨好 3.定价过高 红旗H7的价位相比于 其他同等价位的车性价比差得远 虽然说在高速上红旗H7能十分稳重 但是同等价位的其他车比 比他性价比高的比比皆是 定价过高导致市场化的红旗 处于尴尬的场面 如果是你 你会因为它是民族品牌 而选择红旗汽车吗